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粒子物理的第一讲 就是引言 还有一些常识 还有散射节面与衰变宽度 我在这个PPT相当一部分的材料是参考了 肖正经理财点的粒子物理导论 它是最近出版的 然后在微信群上 它腰后一身谁要 我们就给它留下email 然后它就给我们发了 有电子版 在这本书上是赵光达艳士 北京大学的赵光达艳士 给他们的这本书写了前言 赵艳士的前言中 这样子引入粒子物理这个东西 浩瀚的宇宙 由微小的鉛子和其他布置粒子组成 岩子又是由岩子和电子组成 岩子和又是由核子 质子和中子组成 核子 像质子和中子 就是由跨壳和胶子组成 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多彩的物质世界 归根结局就是由各种基本粒子存在和相互作用的世界 基本粒子它有存在 然后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 什么是粒子物理呢 就是研究物质的最小尺度 最深层次的微观结构 然后研究基本粒子心智 及其相互作用的前言斜科 第二端是说 通过几十年实验和理论的探索 描述这个电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 基本规律的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已经建立 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是在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历史长活中的重要成就 现在对于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探索 更是方心为爱 诊见和介绍粒子物理的基本知识和丰富内容 他说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读者 特别是物理学专业的读者 都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写粒子物理 不管是将来做粒子物理研究 对物理学的其他方向的同学也是有帮助的 即使不是做物理将来写科幻小说 你也用得上了 叫那个谁 写三题的那个刘慈欣 他的物理知识我觉得已经比一般的物理学本科深要深一点 因为他有好多知识是他自己学的 对物理师借用我们王毅房厌世前两天的讲座 他说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三个最重要前言 三个最重要前言 一个是物质的基本结构 一个就是物质的基本结构 就是说一个普通的这种晶体 一个这样的晶体 它有盐子 有这种分子组成 这样的是一个分子 分子又有盐子组成 你看盐子有盐子和电子组成 这个盐子和又有盒子组成 盒子组成 这些是质子 比如红色的是质子 黄色的是中子 有这些质子中子组成 每一个这种质子和中子 它又有三个夸克组成 就是这三个夸克 这是夸克 不同颜色的夸克 这一块就叫做物质的基本结构 三个最重要前言 这其中是物质的基本结构 还有另一个是以助起源以演化 我们这里好多本科生同学 他们感兴趣的是以助演化的历史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前言 另一个最重要前言是 生命起源及起本质 然后我们这个粒子物理这一块 它自身是非常重要的前言 它还为这两者提供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首先像以助起源跟粒子物理 是紧密交叉在一起的 大家看过一个土居的蛇吞象 极大尺度的宇宙和极小尺度的粒子物理 它们其实物理规律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其实是相通的 基本上是同一个方向 然后生命起源及其本质 粒子物理好多实验方面的方法 为它提供了研究的手段 比如像同步辐射 中子散射 它就可以去探测 就是说物质里面的好多的结构 包括现在其实最简单的 大家去研体检那个B超 B超就是通过声波 去探测你体内的气管 它这些也是类似的 它用到这些 同步辐射到是光子 中子散射的话 它用中子去探测那里面的那些结构 去为那些制药这方面的各种 提供这些研究手段 什么是高能物理呢 高能物理其实它也叫粒子物理 就是王烟氏的这个PD 它说物质世界的最本组绘 极其相互作用 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科学问题之一 它引领了科学发展近百年 高能物理也叫粒子物理 它是由这个 它是最开始 我们在十九世纪 一八多少多少年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代是研究 像道尔论他们提出了的 原子论的时候 是研究分子和原子 后来在一九多多少年的时候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罗素夫他们发现了 这个研子核内部的结构的时候 逐渐就开始研究研子核 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 是核物理的鼎盛时期 然后在二十世纪中叶 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是粒子物理的鼎盛时期 所以就是这样子 自然发展和生化 它们的尺度 像研子的话是十的负十四四方米 这个叫一个I 是吧 一个I 就是零点一纳米 核子的话是十的负十四四方米 常用的还有一个单V 是十的负十五四方米 就是这个费米 这个从人来费米 所以这个研子核大概是十费米左右 核子的话是一个费米 跨可呢 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小以十的负十七四方米 其实没有发现它有内部结构 电子其实也是有 但是那种其实 这个先知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个实验解复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就是它其实没有内部结构的东西 在我们现在看 粒子物理研究的范围 及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哪些呢 主要是下面几点 一个就是寻找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 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基本的就有电子 跨可这些 包括贺克斯现在它到底是基本还是符合 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很肯定 如果将来有那个叫贺克斯工厂的话 对它做精细测量 有可能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还有一个是研究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例 像这些电子相互作用 热相互作用 强相互作用 就是在这些基本粒子之间有存在这个相互作用 那我们宏观的这些物体之间是哪些相互作用起主导呢 一个就是引力 引力是长成力 还有一个就是电子相互作用 它也是长成力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各种摩擦力啊 这些其实都是由电子相互作用的累积效应 反正里面也可能有一些微观的一些效应 比如像范德瓦埃里 那些有可能是还有一些 反正就是一些戒观的那些力 它有可能有深层次的来源 有一些戒观的力有可能 比如来自于卡星也效应啊 这些东西 它也不一定完全是电子 好 第三点呢就是了解基本粒子的性质 比如基本粒子的质量啊 字型啊 各种量子数啊之类的 第四点就是理解宇宙起源 以演化的规定 因为宇宙是来源于一个 就是最开始一个起点 然后大爆炸是吧 这样的膨胀 它一开始温度是极高的 然后慢慢随着宇宙的膨胀 温度降低 这个温度跟能量是联系在一起的 温度越高能量就越高 所以高能物理它可以探测到极高能量 那个能量的极限就是对应着 叶早期的这个宇宙的那个年龄 好 下面来看 就是刚才那本教科书的一个西论部分 这里指出物质是有什么组成的 它回顾了一下历史 我们古代的人也对这个进行了思考 像庄子 庄子他就提出这必识之为日起其半 万事不解 他的这个讲法跟我们毛主席的这个维吾主义观念是差不多 是吧 把什么东西就是 就是一直的可无限可分 假期的当时 这种叫做变成维吾主义观念 就是认为 不知存在应该是没有尽小的底下 当然也是一种世界观 但是这种世界观念是没法成为 没法进 我们现在科学上的话还是要看实验 实验发现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观点 庄子有一个观点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 用那个五行 金木水火土 古代中国人 找到这个下潮的时候 就相信 我们中国就是说 这些物质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组成 像现在一个小孩出生 好多家长他都要请人家算一下 是吧 他缺什么 缺什么就名字上加点什么 是吧 包括我爱子也是 他那个 我老婆的那个 他的一个亲戚 还是也是算了一下缺什么东西 名字要加什么 所以 你也没办法 也遵从这个世俗 好 还有一个就是 同时代的 不是同时代 西方这个 古希腊的一个 哲学家 他在公元前 四百三十年的时候 他认为 外物是由水火土空气组成 这个跟我们中国的 这个 五行这个观点 有点相通 另一个科学家 他就梦对了 是吧 另一个哲学家 也是同跟他 古希腊的这个 他就提出这个 颜子类 他说外物是有大小不同 质量不同 有不可分的这些 颜子组成的 颜子是不可再分的 那时候 他就提出这个 但是那时候 没有缺少实验的检验 那个时代的这个人 他面临着困境 就像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没法地界超现理论 所以也是一个困难 但是这个理论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 你去回顾一下科学史 哪些理论是对的 自然为什么会显得它 照顾它 其实它有一点巧妙性的 你可以看 罗伦茨变幻 是吧 罗伦茨变幻 那个东西 它是 公式就是很巧妙 是吧 反映那个时间和空间的 这个一个结合 然后Higgs机制 也是一个很巧妙的 所以自然界 它有时候应该会显得一些 巧妙的机制 直到这些理论 直到近代 就是十九世纪的时候 才能够在实验上得到检验 直就实际的时候 道尔正在一些实验的 这个方诸下 它提出这个原子类 就是说 各种固制都是由分子组成的 这些分子是由这个 这个原子组成的 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 原子有哪些呢 原子 原子就是 遵应着 严肃诸期表的这些各种 当然 对 然后严肃诸期表呢 有110种这个原子 当然每一个原子 它有可能有同微素 对应着那个 颜子 对 这里是对应着 是颜子核吧 颜子核 这里是对应着颜子核 这里是颜子核 颜子核 还有同微素 因为它有可能质子相同 中子树不一样 虽然是同一种 颜素 但是它的那个同微素 好 后来到了20世纪 是物理鞋 辉速发展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通过大写的量子立写知识 和原子物理课释 大家就了解到 这些颜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 这颜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在上个世纪 三四十年代 是核物理的大发展的时代 在这之后是粒子物理大发展的时代 粒子物理 就是对象 就是物质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相同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质子和中子是由跨核组成的 那到底有多少种跨核呢 或者说有多少种基本粒子呢 这些跨核又是如果组成质子 中子和戒子呢 像这些我们把它统称为强子 统称为强子 因为它们都是符合粒子 它就是参与强相同作用 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相同作用联系起来的 这就是这本课要告诉大家 下面来回顾一下 一个一个基本粒子发现的历史 就是按照时间顺息 按照时间顺息 这些基本粒子发现的历史 大学部里都学过了 然后在1907年到1913年 密利根通过油滴实验 他发现所有油滴所带的电量是某一最小电荷的整数倍 也就是说电子电荷是出雷气的 最小的电荷就是电子电荷 这两个人都拿了诺贝埃奖 像汤姆辛 他发现这个测的电子的荷值比 因为这个酱就发现了电子获得1906年的诺贝埃奖 诺贝埃奖 然后密利根他是测的这个电子电荷 以及光电效应的出色工作 会处于这个也是23年的这个诺贝埃奖 诺贝埃奖 下一个发现的就是光子 这是普朗克 普朗克是理论上先提出这个量子化的概念 然后爱因斯坦在05年的时候提出这个光量子假说 并解释了光电效应 因此获得这个21年的诺贝埃奖 因为爱因斯坦它的科学成就有很多很多样 但是这一个东西是光电效应这个解释 是跟实验结合的最紧密 像诺贝埃奖这个东西 它是它比较保守 它一般是奖励跟实验结合的最紧密的那些成果 所以它随便给它挑了一个 这个 当然它不是爱因斯坦最高光的那个东西 但是也是已经足以拿到诺贝埃奖 普朗克 普朗克它因为其实是解释那个黑体辐射那个东西 它获得19180的诺贝埃奖 然后爱因斯坦是因为光电效应 或者这里没有写 爱因斯坦的诺贝埃奖 你看它这个分析都是第二张这些奖项 我不知道那个像今开始那个电子的 应该也算在我们粒子物理 那不要讲 它里面也算可以算在原子分子也可以 好 第三点是原子的原子核结构的模型 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就是在罗斯福他当时实验的时候 一开始人们不知道在一个原子核里面 像那个 一个原子里面到底是比如叫青原子这种 它到底是带震电和负电是怎么样分布的 它通过这个 这些设限那些探测它是吧 才发现它是一个有一个很小的核 然后电子在它外面绕着它转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核式结构模型 有一个很小的原子核 有带这个原子核带正电荷 然后原子的结大部分质量都是有原子核携带的 然后在负电的这个电子是绕着核在转动 然后波埃 波埃他提出这个三个著名的假设 它建立了青原子模型 就是这也是半经典的这个东西 量子化也是可以解释的很好 对青原子这些光谱得到了很很好的解释 他们两个都拿到了诺贝尔奖 罗斯福和波埃都拿到了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拿的是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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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奖是怎么发现的呢 在1919年 罗斯福用阿法粒子去轰击这个靶炎子 是吧 得到了清和 这就是贝尔奖 这是贝尔奖 从贝尔奖发现之后 要过了十几年 人们才发现这个中子 中子是在1932年的时候 由这个查德威克 他的威克在核裂电实验中发现这个中子 他因为发现中子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写奖 在肖正经理裁定的年来的书上 他把这个写成质字 我去搜索了一下 发现他佛诺贝尔奖 不是发现贝尔奖 确实是 这是他那个书上的笔物 我这里注意到 把它证出来了 32年的时候还发现了正电子 正电子 虽然早就被这个在前几年 就是在实验发现的前几年被迪拉克一眼 因为迪拉克当时提出这个空屑假设 这个空屑其实就是正电子 后来这个在三岸年的时候 由这个安德森在宇宙线实验中发现了这个正电子 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反粒子 所以 像现在的MS实验 他就去过去探索这个 反复制 就是最多的也就是这个正电子 好 还有一个μ亲子 介子超子这些 这些东西就是由地状级撞出来的东西 像我们组成现在是这个钓石啊 我们人啊 还有各种这些材料啊 他都没有 不含有什么μ子 也不含 介子的话 介子倒是 介子倒是存在以宇宙线中会发过来 像那个 其实μ子也可以以宇宙线中来 对啊 也可以 大气中的 大气中的 大气中也是存在的 所以在宇宙中也是存在的 也不关键是有对状级能产生 也可以有 所以有些人批评高能物理 他说 你们在研究一堆东西都是人造出来的 那些基本例子 在世间万物中看不见 那其实像μ子啊 这些拍戒子 这些 移住线中 他自然就有了 是吧 你肯定要跟他接触 这个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从1936年 这个安德森和这个内德梅耶 在宇宙线实验中 发现那个μ亲子 就是最开始发现 然后后来 还陆继发现这个 在47年的时候发现拍戒子 然后在50年代发现K戒子呀 还有这些超子 大郎 大西哥嘛 这些 55年的时候发现反智子 56年的时候发现反中子 这些有一些是从这个家族性上产生的 有一些是从宇宙线上产生的 到6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粒子物理就 发现了这些粒子也各种各样的 包括基本粒子和符合粒子 基本上就可以组成一个动物园了 实验上总共发现大概200多个墙子 200多个墙子 后来 200多个墙子 当时发现这200多个墙子 主要都是由U、D、S 这三个夸克组成的 到底全部存在第四个夸克 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 第四个夸克就是这个C夸克 这个夸克也是通过 由它组成的这些墙子 由这个西西坝 这个队组成一个叫J普塞 例子 由丁兆忠和另一个叫Richard 这个人 各自独立的发现 因此他们 就是发现这个J普塞 它是由西西坝组成的这个戒子 他们俩都是分享了76年的 白不利息 你可以看丁先生的简介 他在那时候的时候76年的时候 他才40岁 40岁74年 那时候38岁的时候 他就领导着这个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组了 然后他今年今年已经80岁了 美国仍然是在这个AMS这个就是说合作组里面是那个 他仍然还是身先就是说 就是像上一次我看那个我一个写生冯杰的朋友圈 他们把队伍拉到意大利的一座山上 是吧 就开一个小型的他们研讨会 内部的这个研讨会 所以 丁先生也是在 他要他们那个组里面的那个人 讲给他 所以他80岁的时候还在领导这个组州第一线的研究 就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好 涛钦子 涛钦子就是第三代的钦子了 Muse是DI的钦子 涛钦子第三代 他也是在74年到77年的时候 由这个波瓦领导的一个SLEC 就是美国的斯坦布的一个直线加速器 和LBL的这个实验组 在美国的这个SLEC实验室 在一个叫SPEAR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上 发现 他们是采集了64个涛钦子对产生 和衰变的势力 因为他们都是不稳定粒子 你这样正负电子一碰撞产生 涛钦涛负之后 他们会衰变的 衰变成 正负电子呀 Muse呀 这个还有四个中微子 你通过这些末胎粒子 重建出来 曾经存在过这些东西 所以证实了存在很重的第三代钦子 涛钦子的发现 也使得波瓦额获得了95年的 纳负尔布林结石 然后是底夸克 底夸克 底夸克就是bottom夸克 77年的时候 由这个Ledman 他领导的一个实验组 在费米实验室 发现了一个BBB组中的一个墙子 这个叫Yubuss 还是 应该叫Yubuss 还是 那证实了底夸克 这个有时候叫bottom 有时候也叫beauty夸克的存在 但是他 看 他 看南多贝尔讲的吗 因为 唱卡克的发现 曾经让Binny先生 唱个南多贝尔 但是后面的几个夸克 倒是不一定能拿 因为 人们逐渐就相信了 有那么几代 这种有这个代的复制了 所以 你后面再发现的时候 你的那个科学的implication 就没有那么显著了 所以 像丙夸克的发现就没有南多贝尔 他拿诺贝尔讲的理由 还是因为发现这个μ中微子 所以 底夸 其实也有点 我觉得 也对他发现底夸克 也是有褒奖 好 然后是 大普六正部和Z0 这个 在他们发现之前 诺贝尔讲就处理了理论的这个提出者 就是高尔的模型理论的提出者 温伯格 格拉西尔 萨巴姆这三个人 所以当时 那个评委会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 将这些中间菠色子 发现之前 标准模型 是吧 到底是不是对了 还没有得到实验的完全肯定 所以当时有点 但是 83年的时候 宋 他在强制地上 结上 发现了这个 传奇热箱 无罪 的W 正部和Z0 那个 这个 十两波色子之后 诺贝尔委员会才 松了一口气 这个 实验的倒是没拿奖 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于 这个 现在的这个 诺贝尔 诺贝尔 这些发现 也讲给理论的 所以 当时他们是理论 诺贝尔 讲 讲在前面 讲在实验的前面 因为 那个理论结构也是很优美 大家都相信 用字连就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是W的这个质量 大概是80gb 它的宽度是两个gb左右 然后最伯特的是91gb 宽度也是 是2.5gb左右 这个书记是采用这个 2014年发表在我们中国的这个 中国物理系 原来是钢能物理核物理这个 就是 顶夸克是最后一个发现的这个 就是说贝尼词 他是95年的时候 由这个贝尼实验室 发现这个第六种夸克 顶夸克 这是迄今发现的质量最重的 基本定义 它的基本性 就是 它的夸克有几种这个定义 就是比如直接的 这个 这个是不是用 直接测量的 直接测量 就是173gb 这个 还有一个是MS bar的这个方案 定义的是 160gb 还有一个是极点质量 就是在传播子里面的那个极点质量 就是 166.7gb 宽度是也是两个之一组 西格斯波色子 这个是在2012年7月 由这个LTC实验 他们有两个组 CNS 各自独立的都发现了这个东西 先不发现这个标准模型的这个西格斯波色子 这是标准模型一眼的最后一个基本例子 它的基本性质是 也是采用14年的PD值的这个书籍 把它拟合出来是125.7之一例 它的 就是 就是 自选 自选 自选为0 以称是正的 也就是说是个标量 不是燕标 是0 是代表自选为0 正代表以称为正 标量 现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基本粒子有这些 氢子 电子 μ子 陶子 还有他们对应的这些中微子 当然他们还有反质子 反反粒子 他也有反粒子 没写出来 这个UD CSTB 就是三代化 还有 有质量的 这两种是有质量的实量波子 这两种是零质量的 光子 胶子 胶子是传立强 这是电子胶子胶子 肉胶子 基本比较量 粒子 h h 如果我觉得里面如果没有强动力鞋的话 这就是一个基本粒子 如果你要使它是一个复合粒子的话 你必须里面有一个强的动力鞋 是吧 就像我们强子那些东西 组成的那些复合粒子 强子里面有这个QCD动力鞋 当然 KIGS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有可能 比如它是一个火修者的GhostableSource 都有可能 如果我们能够建设一个CETC或者STPC的话 有可能能够发现KIGS更多的性质 这是我一个熟写的版本 就是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 这是若冠年前 我当时写给跟我做本格编论文的写生看 首先总结一下菲米子 它是构成物质的 三代亲子和夸可 这个亲子夸可 这是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它的这个上下分量是有分析的 因为它们的电荷差上分量比下分量 电荷会多一个 比如这是零 这是负一 零减负一不是一 这是 好像是三分之二 负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减负三分之一也是一 所以电荷差为一 然后玻璃子 玻璃子 玻璃子是传递相互作用的 比如 玻璃玻璃子 它是实量 零子的实量 传递电子相互作用 然后 WGFZ0 它传递弱相互作用 胶子 传递强相互作用 还有飙量玻璃子 它是实现这个 飞行星自发破切 它当然自身也有相互作用 它跟飞米兹有雅卡尔相互作用 它自身也有自相互作用 还有张亮博色子 引力子 引力子 它传递引力相互作用 这个是王毅芳的EHPPT 大同小眼上 刚才也是说了 温日流三的亲自跨口 电弱是 统一到一个SUI 乘U1的规范铁定性 电磁相互最后是 这里的SUI中的 一个对角的分量 跟原来UEY的分量 对角琴 才是电磁的U1 强相互最后是 强相互最后 质量起点 这个图也是很老的一个图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图 这个图的好处就是 把这些基本粒子 这些好多参数也标在这个图里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图 因为你要查它的质量 有时候看这个表格 差不多 好 标准模型 对吧 经文一直知道了 它的相互作用 年事果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个是 反映着 规范场的正能向 它里面对非阿贝埃 规范场的话 它有自相互作用 如果对阿贝埃光子的话 它没有自相互 然后这是 费明子的这个 它的动能像 通过这个 引入这个规范对称性之后 它这个 斜元导出会自然的 引入这个规范相互最后 所以 有对称性 决定相互作用 这一点也是很优美 这个是 亚卡尔相互作用 Phi Higgs 就是说费明子跟费明子 然后两个费明子 跟一个 这个标量会有出现 这个亚卡尔相互 亚卡尔相互作用 它不是一个来自于 就是说 强制性的引入的 它只是来自于 从有效常论的角度 没有破坏对称性 仍然是 比如在这个 规范对称性 它可以存在 可以存在 它的首先是从有效常论的角度 不行 因为你从有效常论的角度说 只要你不破坏对称性 这种相互作用 就应该有 所以 这个是Phi Higgs的 动向 它当然 它也有个协认导 它跟 规范场的相互作用 也是强制性引入的 对称性 要求它必须存在 必须存在 跟可以存在 是不一样的 必须存在 然后 它的自相互作用 是这一部分 就是 导致电弱对称性 自发迫切的 就是 它的 艾次相的 那个系数 是正是负 会 就是说 叫做 就是 导致这个 电弱对称性 是不是自发迫切 是吧 比如说 从正到负的过程 就叫做 有个相变的过程 那 电弱相变就是 它那个 艾次相的系数 比如 从正到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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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负的那个间 没有过程 要相对 好 规范推生系 这些 基本的粒子 在这些 规范形象下 它们都是有特定的表示的 比如 夸克 夸克 左手的夸克 它是 SU3C 这个色相互进 就是三尾 三尾基础 是SUI L 左手的这个二尾 它有 在六分之一超赫 然后 右手的这两个夸克呢 它们也是 SU3C的三尾 但是它的SUI L 请一下 它是单态 就是说 不是不变量 但是它们带有超赫 然后 左手的亲子 左手的亲子 和右手的亲子 都 在色 这个SU3 群下都是单态 但是这个左手部分 它是SUI L 右手部分是单态 它们也分别带有这个超赫 如果你这里 加上这个中微子 右手中微子的话 它这里是单态 单态零 超赫 所以 右手中微子 就是说 对它来说 这些标准模型的规范形象 它是不变量 它是一个不变量 所以它不入椰树 是吧 这个 使得它有可能是很高的很重 回到那个 肖正经理财店的那个教材 再来看这个粒子物理的理论概要 就是粒子物理是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 从核物理分离出来的 然后它研究这个 微观上最小的这些客体的新制运动啊 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规律的鞋科 目前是这个物理学研究的最前沿 是最基础的鞋科 自然接近的引致的四种基础相互作用 是引力相互作用 肉相互作用 电子相互作用 和强相互作用 这些相互作用的特点 由这个表格所示 它们的强度不太一样 你看 电子相互作用和引力 都是长程力 它们的强度 这个强度是在这个 强度的话 是我们宏观的这个尺度吗 我觉得可能又是宏观尺度 是吧 就是现在这个 比如你做这个 米基泰物理这个尺度 或者是 就是做普通的这些物理实验的这个尺度 它的 但是这里唯一 唯一的话 我觉得 这有可能 也就是在这个 粒子物理的常见尺度 也有可能 就是强相互作用的强度是一的时候 电子相互作用的这个强度是一百三十七分之一 所以它这个就是个小量 弱相互作用是万分之一 是吧 这个引力在这个能标下 它是十的负三十九四分 当然它们这些偶尔长数都会跑动的 它们跑到 比如普朗克 普朗克能标的时候 有可能会通力 这个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这历程的话 它电子相互作用的引力是长成立 这些都是短成立 强相互作用的是短成立 弱相互作用也是 一个废米 强相互作用是一个历程一个废米 它是弱相互作用更短 百分之一废米 小于百分之一 没戒指 强相互作用这个胶子传递 电子相互作用光子传递 弱相互作用有质量的W和Z传递 引力有引力子传递 参与这个相互作用 参与这个相互作用就是说 比如夸克胶子 它是存在在这个SU3 这个群下 它有灰皮U的表示 所以它会参与这个强相互作用 其他的话 其他的像亲子这些才不参与 只要是带电的粒子 才可以参与这个电子相互作用 弱相互作用的话 主要是左手的费比子 所有粒子都参加引力相互作用 束缚态 强相互作用可以产生这个强子束缚态 电子相互作用也可以产生这个盐子 盐子束缚态 虽然它弱 也可以组成这个盐子 然后引力的话 它可以组成这个太阳系 太阳系也是一个束缚 这个弱相互作用 倒是没有看到的 没有看到有这个束缚态 经典的引力旅类是牛顿总结出来的万有引力旅类 用以描述这个近代天维先象 然后宇宙鞋 就是爱因在总结的现代引力旅类 也就是广域相对类 在经典电磁鞋範围内 描写电磁相互作用的是 麦克思维的经典电动力鞋 就是麦克思维方程组 粒子物理研究的对象是微观的基本粒子 它们有三个以下的特点 所有粒子都是微观尺度的 所以既有量子气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量子力写 然后基本粒子它们又是高速运动的 它们的速度非常接近光速 所以需要用到狭义相对论的认料数 这是一个 所以至少要把量子和狭义相对论的结合起来 然后粒子物理研究的系统 我们又经常发生这个 基本粒子的产生和衰变 所以要描述这个粒子数可变的系统 所以它的粒子数要可变的 你要同时买到这三个条件的话 就只有相对粒性的这个量子场面 有哪些粒子呢 比如相对粒性的量子场面 就是比如这个量子电动力鞋 它是在1941年到1950年发展起来 用了描述变子相对论的量子电动力鞋 还有1972年到1974年发展起来的描写 这个强相对论的量子色动力鞋 在量子色动力鞋提出之前 是超前的一个黄金时期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 强强不动也可以用规范的量子 就是那个时候 超前的萌芽时期 当时用一些这些叫什么代数啊 什么之类这些 就是形式理论 那时候用一些合作这些里面发展的 那时候是发生了 好 然后在60年代中西到70年代初 发展起来这个电弱电弱这个电弱理论的标准模型 这个跟固细细结合起来 比较粒子不值得这种东西 这三个粒子都是很好的 当然这个跟这个结合起来 它其实包含了这个物理论 在粒子的物理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还发现这个 经典立起来的对称性和守红力 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相互用的时候 也是很有用的 就是每一个联系的对称性 都对应着一个守红力 比如空间平移的不变性 对应着动量守红 时间平移的不变性 对应着能量守红 空间转动的不变性 对应着这个角度量守红 所以一定要是联系的对称性 因为你平移的话可以联系变化的 所以对称性和对称性的破坏 是粒子物理极为重要的研究理 有一个概念 就是对称性自发破切 里面涉及到像哥斯东 哥斯东定理 还有Higgs机制这些 除了这些有经典对应的 守红量和对称性 粒子物理中还引入一些内部对称性 内部对称性 就是它没有经典对应 然后还有一些近似对称性 新的对称性 守红量和部分守红量 这些都可以用勤论来描述 下面再来介绍一些符合粒子 强子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合粒子 强子英文叫做黑轴 它是由跨可 反跨可交组组成的符合粒子 它分为这个戒子和重子 戒子叫做mesl 重子叫做bial 戒子的话是由一对正反跨可组组成的 开根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重子的话是由三个跨可组组 当然也可以是三个反跨可组组 那就反重子了 自显的话 这个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二分之一 所以你们那个角度量 那个角度量加法的话 那就知道 可以是零和一 然后重子的话 这个是由三个二分之一这样加起来 是吧 所以它可以是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 自取 还有那个曾经 是吧 有人那个说 有这个跨可胎 六跨可胎 这些东西 但那个缺少这个 由于说成熟的理论去描述它 它有可能是来自于比如 一个这个 有一个靠的比较近是吧 也有可能有这些强强 我都能说不清 好 还有强子的心智 强子心智门开 自显以称都相同的粒子 它既有相近的质量 就是它其实是体现的 它们 在规范琴下 可能是有这个相同的量子数 比如这个π介子 带电的π介子和中性的π介子 它们的这个自显都是0 是吧 以称都是负 以称负代表它是验表 这两个是验表阶子 它们的质量是很接近的 就是带电的π介子是139.6mEV 中性π介子是135mEV 对 带电的要重一点点 重大概4.6mEV 强子的心智暗 主要通过电子相同作用筛变的例子 它的宿命一般是借以10的-20次方 到10的-16次方米 通过电子相同作用筛变是怎么判断呢 它的莫态一般含有光 如果是主要通过弱相同作用筛变的例子 它的宿命一般是大以10的-14 如果相同作用筛变的话 说明要长一些 电子相同作用筛变的说明短一些 比如π0和带电排列子 π0它筛变为一对刮码光子 这其实是三角反常图的 它是通过电子相同作用筛变 所以你看它的宿命是0.80 使得负16次方秒 介义 电子相同是很短命的 带电排列子 所以它是通过弱相同作用筛变 它筛变到牛戒子 然后一个牛中微子 它的说明是10的-8次方米 所以它的说明比较长 这个说明比较短 电子相同作用的话 因为它比弱相同作用强度要大一些 强度大一些 所以这个它说明更短 弱相同是比较弱 所以它说明差 说明跟宽度是成反比的 所以这个宽度要大 是吧 电子相同作用这个宽度要大一些 弱相同作用这个宽度小一些 好 我们来聊一聊粒子物理研究的未来 这也是来自王一方艳师的PPT 粒子物理研究在近代 起得了辉煌的成就 标准模型起得了继大成就 更获得九次诺贝来讲 像我刚才讲那些基本粒子 发现历史的时候 每一次不都熟练的那些 但是中微子的 诺贝来讲 没加进来 没加进 就是可以加进来 那九次应该都含有没有 发现 其中这九次诺贝来讲 是吧 就是发现基本粒子是获得八次 然后 加速器和探测器技术的应用是获得三次 但是八加三是大于九 因为有一些是有重合的 因为你只有发现了一些 新的这个探测器或者加速器技术 你才能发现新的粒子 所以它们有一些是重合的 九次当中 然后八次 然后三次 那问题是现在标准模型完毕之后 粒子路里向何处去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是吧 问题可做的 像实验上标准模型 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 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有个叫皮 实际上皮颜子和它有个摔变 也有可能那里面存在一个新的波色子 现在也是开放性问题 那个显著程度已经达到六点几个 六点八个系统 现在有好多人在做这个东西 好 理论上标准模型并不完备 是吧 我们从美学的角度 要去把这个理论推向这个更深层次 更大层次 其实如果你想像 如果你把暗影本放到今天 它现在你怎么去做研究 它也是往这个更深层次更大层次去想 你像当初 他做狭一详的论的时候是 他当时是因为他跟庞加莱各自独立的发现 罗伦斯变换变换了那个完整表达式 他对那个表达式做了一个物理的解释 所以就得到了侠义强的论 就是说如果没有暗影 侠义强的论也会被彭加莱或者是他后来人发现 那这广义强的论的话 是来自于暗影他独自的思考 因为他当时觉得这个惯性戏 和一般的这些参考戏 也不应该是 就是说有这个不等价的是吧 他想把这个东西推广 推广到这个最一般的这个参考 所以物理规律的所有参考也都是平等 就是这种信念啊 支撑着他就是追寻这个 寻找更深层次的比例 当然他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数学工具 就是黎曼几何 然后结合起来 最后他经过将近 应该是十年左右的探索 应该从05年到15年 大概十年左右的探索 发生了这个广义强的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实验 这样也没有实验 只有他做出来之后 后来那个人家才通过这个日前时实验 去验证这个理论 所以从他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也是从美学的这个角度去追寻 理论猜想啊 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理论猜想 就是符合模型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这个 希克斯波瑟子 它是不是来自一个符合的这个 比如普修德哥斯登波瑟子 是吧 现在也是位置属符合模型 这符合模型一般 呃往往都是有强东力写的 强东力写的 还有这个大统一理论啊 超对胜理论 我现在感觉这个低能的超对胜 有可能就被弱傲 但是高能的话他还没有 我觉得超对胜还是 他在高能的时候还是应该是有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 以一种我们现在没有意气的方式在存在 是吧 还有这个额外卫理论 额外卫理论 就是超对胜跟额外卫理论 就是超弦理论所必须的严肃 他们有可能是在某一个能标 是吧 现在我们人们还没有想象到的 某一种形式存在着 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 因为减少实验线索 很多东西你是要实验的提示的 如果没有实验提示 即使是外界探 他也会走错路 但他发现广义相对论之后 包括得到验证之后 20年到50年 这30年 他一直在寻找统离的道路 一直在寻找统离的道路 因为后来 卡路扎 他们曾经尝试过 都将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统一 其实爱因坦也是尝试那条路 但是那条路走得太快了 是吧 那这个思路 其实电磁相互作用 是要出现要跟弱相互作用 他这条方向 减少实验的线索 后来人们这个 电弱相互作用的统一 也是在实验的这个线索的提示 所以实验的这些线索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 即使实验爱上这个聪明的人 有可能你的这个思考的方向也走错路 好 当前这个粒子物理 及标准模型的这些主要问题 有哪些呢 这是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主要事情 就是标准模型 我们现在认为 它不是一个终极的理论 还是一个有效的长的像 像亚卡尔相互作用这个东西 是吧 它不是有对这些强制一种 它是来自于有效长的 所以 从这个相互作用的存在形式 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有效成 基本粒子的质量相差 13个数量级 像那个最轻的中飞子 到最重的这个toppack 它们之间横跨着很多的数量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质量参数 而且 又不在同一个数量级 我们也觉得挺奇怪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东西 还有自然性问题 那一个是粒子的质量 你将数的质量加上一些千图的修正 得到它物理测量的质量的话 你发现它是两个大数的相减 得到一个小数 这是它的测量质量 因为千图计算是一个很大东西 你必须数图上也要搞一个很大东西 减掉一个很小的东西 所以 这么大的东西 减掉一个很大的东西 这样就很不自然 这个提示有可能在一到十个体域之间 有可能有新物理 这也是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 按照目前的标准模型 我们的真空是亚本 你看 按照目前的toppack的质量参数 和Higgs的质量参数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真空是亚本 黄色的这个地方 稳定的是绿色这一块 红色这个是不稳定的 这个是非非要 这个就提示 我们如果标准模型是正切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亚本态 那真正的真空态可能在一个很高很多的能标 是吧 那我们会不会是吧 由于某一种不稳定的条件 我们量子碎传到那个真的正空气 是吧 我们如果 宇宙中的这些生物啊 生命文明 要存在怎么避免这种衰变 是吧 所以 这也是 就是说假如标准模型是正切的 是这样 那假如我们反过来想 如果标准模型它应该是稳定的话 稳定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有一个 更underline的这个理论 在这个underline的理论里面 我们的真空是稳定的 所以这也值得我们思考 还有一点就是 标准模型的这些基本粒子里面 没有包含冷暗物质的粒子 它没法解释 宇宙中的这个没有 为什么没有反复制 没有反复制 像我们 在录制中探测的正面子 它们都是爱极产生的 爱极产生的 不是这种演出的 所以 就是没有反复制星 没有反复制恒星 没有反复制行星 是吧 这也是很奇怪的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这反复制一开始是对称的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 正物质的这个 恒星啊 星系 星影 是吧 没有反复制的组织 如果有的话 它们在交界的地方 会有激烈的这个湮灭 会被我们天文观测测到的 现在我们没有测到 所以是宇宙中没有反复制 所以这种正反复制 不对称性 也是一个 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超出标志模式的新现象 但现在我们已知的一些 超出标志模式的线索 就是一点就是 当前呢 在标准模型的框架下 这三个 否则常数啊 是吧 就是这个 SUI乘U1 SU3乘U1 XSUI乘U1 这三个coupling这个跑动 不重合 不重合 如果重合的话 标准模型我们相信 它就是underland 不重合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新东西 是吧 所以这个 还有一个是 它没有描述中微子 因为 像 前面的那堆非密子质量吧 包括 电子到top quark之间 它们 横跨的话 也是三 三个 三四个数量级 我们觉得 还可以接受 不是吧 在低处做比较 但是它跟中微子的话 差的太多了 是吧 所以中微子质量 不应该是来自于电弱对称性自反过去 它很小很小的那部分质量 是吧 来自于更深层次的部分 就是中微子的质量 有点 pho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